网红美女 阿子 不敢的 不敢的 这样子他们会乱带节奏的 但是我们真的太巧了 竟然能在这里遇到 你卖了没有吗 你卖芒果了没有 还没卖吗 你呢 我在这里等老板 我今天才到嘞 我昨天晚上到了 这样子吗 我今天早上过来的才往来的 哈喽这样吗 小东是个坏人 欢迎啊 欢迎我这个坏人 好不好 欢迎一下我这个坏人 感谢你们来到啊 谢谢你们来到 直播间 有没有我的粉丝呀 我都没有 我都在线时没有见过 东哥家吗 对欢迎欢迎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阿子家 说的时候我还挺紧张的 我今天还特意 特意打了招呼 然后等我 等我回来 怎么 真的都不敢想象你竟然在这里 遇到了 有点热 我坐的真的有点热 来 你帮你走吧 我坐这旁边吧 真的死都没有想到 我在这里会遇到东哥 那你跟他们谈好了吗 你跟老板他们 我的话还没有谈好 我在这里等他们 现在等他们过来谈 有刚刚一个老板他说 叫我跟另外一个老板谈 另外一个老板谈 他叫我在这里等他 另外一个老板谈 那你不知道另外一个老板是谁吗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那不知道你来这里带什么芒果呢 那因为那个许老板叫我来这里 让他把地址发给我 然后我先过来看一下这些 你知道那个 姓许的那个老板叫什么名字吗 许什么来着 有一个字我不认识 这个 许谦 许谦吗 这个走坑水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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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啊 欢迎你们来到酒间 没有在演戏啊 没有在演戏 然后跟大家 我发誓没有演戏 也什么事啊 跟大家说明一下情况吧 就是 这个 这个果园是我们包的啊 就是我包的一个果园 对我包的一个果园 包括现在在那里打包什么的 刚刚还拉了两车走 然后是我们包的这个果园 现在在直播东哥 你不能开玩笑 没有开玩笑 然后我从那个山下刚下来了 然后 呃 我们邀请了很多这个主播嘛 你看那下面还有几个人在那里播 总共是比有八个 然后我们是在那个 在那个抖音上面给你发了私信 然后让你过来的是这样子的 是你们给我发了私信啊 那你们 呃 应该我应该我直播间很多家人们都知道 这个果园的事情 是不是家人们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啊 阿子上当了 没有上当家人嘛 就是阿子呢 他本身也要带货是不是 然后呢 你们也知道的 就是他前段时间呢 遇到了很多事情 你说自己说吧 他前段时间呢 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包括呢 包括呢 我也遇到了一些事情嘛 我觉得 刚好就是怎么说呢 呃 敌人 敌人的敌人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对不对家人嘛 然后呢 刚好我也来到这个潘志华这边嘛 因为我在一个多星期前 我就说了我们在这个潘志华这边包了一个芒果园 是不是 然后呢现在这个芒果园什么的 然后这边 这一家都是我们弄的家人嘛 那意思就是这一片都是你们弄的了 我刚刚听他们说就是 就这个地方 就这一片 就这个地方 也没有多少吧应该是 反正就是应该出个十多万斤 十多万斤 哇 对 小冬是好人 不管是好人也好 坏人也好 都无所谓家人嘛 咱们光有一个关系亮亮的外表有什么用了 对不对 咱们内在美才是真的美 是不是家人嘛 是不是啊 呃阿子有一个上当了 不要说 做好小冬 没有什么上不上当的家嘛 我是真的 平凡凡凡 叫过来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是 是冬哥他没包的 这边是 这边是我们包的家嘛 这边是我们包的 然后呢包括那边现在都还有在打包 好 我们逛打包的人 我们就请了四十多个 然后现在在山里面摘 摘那个果子的差不多有 有一百个家嘛 那您说刚刚那个老板叫我等你 等的就是你了 那个不是老板 那个是这边的一个负责 负责这边就打包 打包什么的啊 听说你们都是他培养出来的 阿子的话 是一种前缘的吧 之前 是啊 我是他员工 对 我之前呢也跟那个益总也是合作过的 然后但是 哎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益总这个人吧 就是 他总喜欢在互联网上面跟这个人吵 跟那个人吵 然后又把我卷进去啊什么的 然后这段时间 什么阿伟王妃啊 他们又搞到一起去 然后又把我卷在一起 其实我是不想跟他们同流合物的知道吧 然后我就想着哎 是吧自己好好的做一点自己的事情 也不想就是卷到他们的那个圈子里面 说实话他们那个圈子里面有点复杂 就是特别特别的复杂 不是一般人能待的待的下去的啊 嗯 四川的好人不多 啊说实话啊 好人这个东西吧 就是怎么说呢 四川好人多啊 主要是要看怎么弄知道了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互联网这个东西 就是你跟我吵 我跟你吵吵来吵去的 大家也 对呀 说实话吵的人非常非常多 对 不跟他们联系了 现在 要不这样子 要不这样子 你那个 那个你过来叫人过来卖芒果 那就 那个聊一下芒果的事情吗 哦对对对对 对 然后我们这个芒果的话就是 它是一个凯特芒果 然后我们这边全是A果 我们不不卖那个B果知道吧 因为B果的话 它是 你切开之后 因为很多那个B果 它是打开之后 它是有丝的 你知道吧 有丝的话 你在吃的时候 它会那个丝 它就会卡到这个牙齿上面 很难受 而真正的这个A果 它是没有丝的 而且的话 它的果皮非常非常的薄 果皮薄 然后那个果 果河也非常的小 这就是一个特点 而且的话 潘之花这个地方的话 日照时间也比较长 对对 然后早晚的这个温差也是比较大 所以说 独特的奏就了这个芒果的一个甜度 知道吧 而且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你知道海拔多少吗 多少 现在我们所在这个地方海拔是2000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芒果 也就是一个高山海拔的 就是高海拔的一个芒果 它的甜度会更高 像那个三亚什么地方的地方的话 就是像那个什么贵分芒芽 金黄芒芒那些 在三亚的话是比较 是比较聪明的 对不对 这个芒果你买过好吃是吧 但是在我们国内的话 凯特芒 凯特芒的话 是在我们这个潘之花这个地方 是比较聪明的 对对对 之前的话 因为以前我们也是做一个 这个 可能你不太了解 我们也是做一个供应链的 我们以前是做这个农产品 那这个就是芒果的话 它也是属于一个农产品 然后每一年的什么驴子呀 什么等等之类的 我们都在做 然后今年的话 我们来到潘之花这边 然后做一下 因为我们也会在这个互联网上面 去卖呀等等之类的 你可以打开一个尝一下 哎 高呢 我知道 因为我也是潘之花的嘛 你打开一个看一下 要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芒果 凯特芒果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 甜度高 皮薄 肉厚 可小 而且它是无丝的 很多很多芒果 它输就输在了什么地方知道吧 它的那个丝 非常的硬 怎么脚也脚不烂 你在吃的时候 它就会卡在你的牙齿上面 这就是一个坎特芒果的一个特点 而且也是一个A果的一个特点 如果是B果的话 家人们你们就不要再接受了 真的 我是完全不知道知道吗 但是呢 这一片芒果是冬哥他们包下来的 对不对 我来这里卖芒果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带节奏呢 他们带了什么 我没看到 看到没 这样子的这样吗 哇 这就是凯特芒果 没有丝 无丝 和小 然后皮薄 对 你可以尝一下那个阿子 可以尝一下 非常好吃 然后你回去的时候可以带一点 然后回去给你爸妈他们吃一下什么的 非常的甜 你刚刚这个地方你都是没有把它割完的 这里还有一层很厚的肉 看到没有 如果真的要把它弄下来 这里的话 芒果的话现在是芒果 就是头一批 这样吗 头一批 所以说芒果的话现在的价格 价格也是比较高的 现在这个价格多少呀 这个芒果 我刚才听他们讲了一下 你们现在是 现在我们是有三个规格 对 刚才他们说三个规格 我们现在有三个规格 嗯 第一个规格的话 我们是一个19块9 19块9的话 它是一个 就是也是一个中果吧 然后呢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大果 大果是我们是400克以上的 就是一个果子差不多一斤 八两 八两起步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发货的一个标准 我们不会去卖那种 比如特别小的 或者怎么样 像我们这种就是 像这么大的就是我们发货的一个标准 这个的话就是差不多就是八两 八两的话 你看我们现在做了一个规格 是有一个八斤的一个果子 嗯 不要敬言家里面 我做我自己对不对 我不要敬言啊 我也不怕任何人说 也不怕任何人怎么讲对不对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啊 我也没有骗你们家里面 对 现在我们这个大果的这个 特大果 大果的这个 是八斤做了一个八斤的规格 然后我们卖的是八斤 八斤三十九块九包油 我们还有一个拟盒包装 来我给你看一下 就是这个 礼盒包装的要贵 主要是 礼盒包装的话 就是贵就贵在这个礼盒上面了 就是礼盒包装 对 光这个盒子就九块多 这样吧 这就是礼盒包装 三十九块九 这就是专门给大家 不不不 这个四十九块九 四十九块九啊 如果大家只是买 就买了送人什么的 你可以买这个就是礼盒包装的 如果买了如果只是自己家里面吃的话 这八斤啊 对如果买了只是自己家里面吃的话 就这个包装也可以了 然后它里面 也是八斤吗 它里面装的果子是一样的 然后也是净重是八斤 也是八斤 对净重 多少钱 这个吗 这个三十九块九 三十九块九 要比这个便宜十块钱 这四十九块九 这个礼盒包装的四十九块九价 这个主要是贵就贵在这个包装上面 而且的话就是 首先它的这个盒子比较大嘛 然后就是我们运 运费或者什么样的时候 它要贵一点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它这个礼盒包装 它这个礼盒就是九块多钱 然后我们就卖 卖四十九块九 如果就是只是家里面吃的话 就是建议 就是大家可以去买下这个 这个包装的 这个包装的很便宜 简单的包装 就手持外钱三十九块九 还是不贵啊 对吧 主要是今年的芒果 说实话 它这个包装好像嘛 送你非常的好 送你非常好 因为这个芒果 我们也是今年才做的嘛 然后好像去年的话 是要比今年要便宜一点 芒果 但是东哥你看吧 我们不能再表现那个了 没挂车 一直在讲 东哥你看 对不对 我原算真的 我也没有想过 我老板是你们 我真的 等一下我叫他们过来 好 家人嘛 你们不要说我演戏什么的 我都说了 我在你们面前发誓 我没有什么 在这里怎么样的 对不对 你跟那个人撒个消息呢 哪个 啊 就是跟你对接的那个 对那个他发现消息 我手机在直播 那我就叫他 不要再骂人 对 这就是这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讲 这样吗 真的很巧合 我也不知道是他们包的 这个果园 知道吗 我真的不知道 是一个女孩子叫我来的 知道吗 在网上 他们说他们包了这个 潘之花的芒果 他们找一些网活 会来这里带货 他们说 不止我一个人 有很多人 我才来的知道吗 但是我刚刚来到这里呢 就算很多 他们让我把这个地址 发到这里了 然后我过来看了 看了之后 对不对 有一个男孩子 他让我等另外一个人 他说别人已经专门 就是说了的 但是我没有想过 真的是东哥 我发誓 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是东哥这样吗 你们放心 我没有骗你们 但是我觉得既然我们 如果我老板是东哥他们 对不对 我在帮他们卖货的话 这样吗 我觉得也没有 没事呀对不对 我又不是干什么 我卖个货 我跟我家人们分享 那样芒果有错吗 没错呀我觉得 对不对 没错呀 我觉得一点都没错呀 我又不是在干什么 又不是做见不得人的事 对不对这样吗 我卖我的 我挣我的 我给我家人们分享 我家人们的对不对 人家有没有做伤害我的事 有没有干什么事 我们不应该去带一些不好的节奏 这样吗 真的不应该去带一些不好的节奏 如果是对不对 我哥东哥在演戏 或者在干嘛了 你们干你们骂 我都实话实的告诉你们 我实话实的跟你们说 我们在演戏 我敢说这样吗 我真的敢说 我敢说敢做敢当 知道吗这样吗 但是间谍真的 我真的我是真的不知道 如果跟东哥他们的话是知道的 因为对不对 他们老板样什么的 会招一些网活来带这些芒果 知道吧这样吗 但是你们不应该怪我们知道吧 我也我也很惊讶 对不对 我也很惊讶 毕竟我只在网上见过东哥 我在现实中没有见过 但是我我想都没有想过 我会在这里见到他们 但竟然在这里见到东哥了 我觉得真的还挺开心的 真的还挺开心的 我觉得在这里见到大网活还挺开心的 阿子 啊 要不你在我们那个 到我们那个盘里面说吧 那里面吗 对 这个地方太热了 比方是 可以 因为我我放了一个散热器 后面 散热器 对 好的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打包的地方这样吗 你知道我们那里直播吗 我们不急买也不着急 也什么都不要着急 我跟你们说没事 你们喜欢就买 不喜欢就不买这样吗 我们坐着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链接刚刚发给你了 然后你挂一下就可以了 我说这在直播呀 我说这在直播呀 不要买他们的东西 他们的东西太陷了 没事你们喜欢就买 不喜欢就不买到家吗 这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我没有偷 没有抢 我也没有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这种情况 对不对 你们是不是这个没在那一车里 哦 个小都没有错 难道我挣 我挣个钱你们都有权利 老是来管我了呀 我挣个钱都不行了 你们非要让我没饭吃 没钱挣啊 你们才开心 哇 哇 真在打扮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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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吧 你们说的原家东哥都现在不想过来了 他都已经不想过来了 天天说天天说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哇 又拉了一车走了 看到没拉了一车走了 好多好多呀 好多好多呀 我不签合同家吗 你们放心吧 我只是来这里卖芒果的 我只是来这里卖芒果的 知道吧 注意哦 愿意买就买对 不愿意买就不买哦 不愿意买就不买哦 可以直接这样子慢慢来 我可以直接这样子吗 可以直接这样子闹 对吗 好吗 感谢观看